心不立佛 佛不立心 念念相须 无有间断 如是念佛呢 明思一心 这就是见思烦恼断了 下面讲呢 若大此境 你到这个境界 虽不求断活 而见思烦恼自然断路 所以见思烦恼是麻烦了 是要断了 越是要断了 越断不了 为什么 你要断那个念头 是坚固的自主 而见思烦恼就是自主 执著不能够断自主 那怎么办呢 不理会它就好了 只要真正抓住 经上教我们修学的纲领 发菩提醒一向专页 就成功了 方便有余土 若人念佛 功身 功夫 念佛的功夫深了 以利杂乱之心 专念一句名号 心口相应 字字分明 就这样到这个 专念一句名号 心口相应 字字字分明 这是功夫 成品 这是 往生 同居土 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再往下 再往下看 心不立佛 佛不立心 念念相须 无有间断 如是念佛呢 明思一心 这就是 这就是 见思烦恼 断了 下面讲呢 若大此境 你到这个境界 虽不求断佛 而见思烦恼 自然断路 所以见思烦恼 是麻烦了 是要断了 越是要断了 越断不了 为什么 你要断那个念头 是坚固的执着 而见思烦恼 就是执着 执着 不能够断执着 那怎么办呢 不理会它就好了 只要真正抓住 经上叫我们 修学的纲领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就成功了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 见思烦恼 自然就断了 不要想着 我怎么样 把我直盆断掉 把身间破掉 边间破掉 不去想这些 念念 只想着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 慈悲 这是菩提心 这里面 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 没有妄想 我们把这个注意力 改变 专注在 一心 专注在 清净 平等 专注在 求生 净土 清净 清净 弥陀 就对了 你就一点都不错了 其他的都不要想了 不想 不就是放下了吗 在日常生活当中 念念念不亡 清净 平等 修 真意修 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 不要被生活 任务 工作当中 不要被工作 任务 除世代人 不被人事 任务 也不被物质 环境 任务 真意修行 这才能 其如 华言经上 离世无碍 世世无碍 那里往生净土 不是在方便 犹豫土 而是在世报 犹豫土 祖世大德 常常 看厌学人 你会吗 真的 问题 问题在自己 会不会 这个会 也就是 救 实时 处处 再看 下面这一段 十报 这几句话 讲的 功夫成篇 功夫成篇 就能往生 我们实在讲呢 就希望这一生当中 做到这一步 生当中 生同居土 下面说 不为贪嗔疼烦恼 助念之所 杂乱 明思一些 这就是 见死烦恼 放下了 前面讲的 心里不再有 身见边见 见渠 借渠 邪见 没有了 贪嗔痴 慢疑 也没有了 这是 死意 生其 乐世界 方便 犹豫图 四上 皆得了 礼上 未测 书 定门 时 未有 悔 他真的用戒定会来讲 那么由此可止 身同居土 是属于戒门时 佛教给我们 持戒念佛 那个戒很清净 戒都做到了 这点要行 我们今天讲的 砸三个根 这三个根就是戒 这三个根砸好了 为什么呢 你就是经上所说的 善男子善女人 你有份了 你是善男子善女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一定的戒引 这个道理要懂 佛念得再好 念得再多 古人讲了 念到什么程度 风吹不动 不如 余大不食 念到这样的功夫 如果你戒没有 还是不能我生 那为什么呢 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 那这个功夫是不费的 没有不费 这功夫是你来生来世的相根 你这一生去不了 什么时候你能去不了呢 什么时候你戒清净就去了 这个戒离清净 耶稣与念佛三昧 刚刚到三昧 功夫不深 很浅 四一心呢 功夫就深了 真的得念佛三昧 他不会为外头境界所动 所以他有定 但是会没开 在本经经体里面呢 他清净心得到了 平等心得到了 觉没得到 觉是大彻大悟 明心见心 这个没有得到 所以他往生 胜方便有于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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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